日本在星期四說正在考慮一切可能的方式 爭取被伊斯蘭國組織扣押的兩名人治獲得釋放 伊斯蘭國在星期二公布的一段視頻中聲稱 如果收不到2億美元 就要在72小時內殺死人治 從視頻公布的時間推斷 最後的期限是星期五的某段時間 日本首相安倍晉三星期三在東京對記者說 他已經指示有關官員通過一切外交渠道 確保後騰建議和劏村搖賽獲得釋放 安倍晉三說日本決不屈從於恐怖主義 但他和其他日本官員都沒有直接說明 日本是否會交付贖金 在伊斯蘭國公布視頻的幾天前 安倍晉三承諾向受到遜尼派極端分子影響的國家 提供2億美元非軍事援助 中幫我選擇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